Luci,其實我知道你 繼續努力地同事主 同時有你的生活、生意 說說你 你還在管理這間店嗎 在四、五年前,我無緣無故覺得 神叫我開店 我沒有懷疑,我記得我哭了一年 我哭了一年,因為… 是怎樣解釋? 神怎樣跟你說?四、五年前 這個過程是… 政府有一個…不是政府 有一個項目 即是一個保育的項目 然後我有份給予意見 他會找一些設計師給予意見 我便有份給予意見 我知道有這個項目 但我沒有想著參加 這個項目是集中設計師在一起 然後有一個像商場 讓他們在裡面賣東西 以及做你的工作室 我知道的時候,我便知道這件事 但我沒有想著去參加 但後來,他們正式招商的時候 我便收到電郵 但一直沒有想著我要入籍 因為我沒有想過我會開一間店 因為我不懂營運這間店 我不知道賣甚麼東西 我更加想,我又要投資一些錢出來 那我幫他們留下來自己退休算吧 然後… 但很奇怪,在截止前的一天 我當然要做得很快 我一定要遞進去 然後我便想 算了,遞了,如果他收我才再想 但只有一天時間 但他交的那份表 是要做一份策劃書 提議 提議 按後,想清楚整個東西如何 還要寫英文 我沒有資料 然後我祈禱我,如果神我能寫得到 我能交的,我便會交 但我不知道為何很神奇地 很順利,我真的能寫得到 我交了 還要一直祈禱跟神說 千萬不要選擇我去面試 但他很神奇地選擇我去面試 然後面試後 然後我隔了很久 我經常在等待 千萬不要收他 批准了我的電郵 怎料我收到電郵 但為何做了這麼多功夫 為何反而… 我們要盡力一步 神都被我預備了 為何不打算接他 我沒有膽子… 我覺得我做不到 一來我做不到,二來我計劃 但每關都通過了 不是,一來做不到 二來我自動要投資一塊錢 我從來沒有投資過開一間店 我的錢通常是存在 以為我退休用 我在計算過一條數目 我要投資那塊錢出來 如果我虧了,我怎麼辦 然後我就不願意 我一直跟神… 他批准了的時候 我知道神應該應該叫我去做 但我不願意,我還跟神爭辯 這樣爭辯了一年 我一段時間在祈禱 而且很多次跟神說我不做 但神做了幾件事 讓我很清楚知道 他一定會幫我做 第一件事,我本身在九龍堂 有一個寫字樓 我很喜歡那個寫字樓 八年了 那個寫字樓是政府的資助項目 租金很低,環境優雅 我從來沒想過要搬離開那個寫字樓 誰知道在這個新項目 我要搬進這個商場的時候 他通知我,那時候應該要2月半 是 我在想,我沒可能同時給兩度的租金 但我亦沒有… 我打算放棄那個商場 我要保持我的九龍堂 怎料九龍堂的業主突然跟我說 政府出了新措施 是 現在整座建築物不租給時裝設計 以及珠寶設計師 所以你租藥滿了,就要離開 我租藥滿… 只是這兩個行業不租? 是 很可愛 其他設計繼續租 我不知道為甚麼 而我要搬進這個新的商場 應該是2月 原先的租藥滿9月 我還在想 我要多給六個月雙倍租 我跟神說,我不想 還有我去到那時… 是否租金很貴 對,租金 我覺得很貴 我沒試過給這樣的租金租過地方 而且他們不能選擇位置 要他自己給我指派一個位置 我進去的時候,我很不喜歡那個位置 然後我跟神說 如果你要我搬進去 一,我要我現在看到這裡的位置 但那個位置已經租了 那個人只是等著搬進去 二,我要9月才搬進去 但業主規定是2月搬進去 但是神如何回應我的祈禱呢 就是第一件事 是業主弄錯了一些事 有把柄讓他抓到 所以我就可以跟他爭辯 結果我就說 我不要這個位置 我要上面… 我本身的位置是三樓 我要上面四樓的位置 因為四樓有一個平台 花園的位置很漂亮 是有人租了 然後業主就說 不行,有人租了我 我可以讓你選擇另一個 但那個真的不行 然後我沒有理會他 我心想不行就好了 我就不用搬進去 真的好了 然後我沒有理會他 但隔了兩、三個星期 然後隔了幾個星期 業主打來,他說 好,我現在就決定… 我們開會 我們決定把這個位置給你 但事實上真的有人租了 他們稱為放置店 即是租短期 但其實連續有人租了 已經維持了一個位置成年 他說我們只可以 第一個人用完之後 你跟著才進去 用這個位置 那個人的租約要9月才完結 你9月搬進去,可以嗎 然後我簡直不出聲 就是… 還有很多事情 因為如果我自己拿自己的位置 他們當時給我們是清水樓 就要自己拉電線、鋪電 整理所有東西 我記得我跟神說過一件事 就是我一毛錢也不要拿出來 去辦這間店 因為我搬進去之前有人用 那個人已經弄好了 已經有裝修了 對 然後還要是我進去的時候 不知道為甚麼 總之已經有家事 安排好 是 所以我一毛錢也沒有拿出來 投資這間店的開始 但我還是不想進去 我9月時去拿四個星期 那一招我還會哭 我說我真的不太想進去 神不斷提出我的經文 就是我指定你的地方 我會祝福你 以及你會祝福很多其他人 給我這個經文 但我還是不想進去 我當時早上去哭 當日是星期日 我去拿鎖匙 我回教會也遇上 然後我記得 我當天在位置祈禱 我跟神說 我真的沒有信心去做這間店 但如果你真的要我做的 我會願意做的 我會哭得一聲,很害怕 然後我們教會結束後 可以出去有代討者祈禱 我走出去 代討者看到我哭得眼紅紅 他問我甚麼事 我沒有告訴他 我只是說你幫我祈禱吧 然後代討者閉上眼睛祈禱 然後他突然說 他說他聽到,覺得神跟我說 他說他不是找一個有信心的人 他只是找一個願意的人 然後我就知道 神真是最後一個確據 我要拿鎖匙去做這間店 但是神一步一步 又大,有人很偶然教我怎樣去做 還有我知道你們的店 給了很多機會給一些年輕的朋友 我想不只是年輕的朋友 我最初做的時候 一直在摸索 我試過給傷神人士 是 在教他們做事 教他們做手作 讓他們可以放一些東西在記賣 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但整個過程 其實我一直都很害怕 因為我不知道怎樣做 但其實我幾次有很多神跡 讓我知道我要留在這裡 第一,沒有生意 我每個月要拿走出來 第二,沒有生意也好 有人信耶穌也好 沒有人信耶穌,我便搬了 然後就是… 我說了很短時間之後 有一個人,是我本身的客人 他走進來我的店舖 找我聊天 我跟他聊天 聊天… 因為沒有生意 因為人流太少了 關了門,聊天 突然他決志盡了耶穌 在我跟神說我要搬的時候 我說如果有人信耶穌 那也好,也值得 是,我也繼續留下 是,他就決定了 信了耶穌 有第一個人決志信耶穌 我就決定 我繼續留在這裡 當時你覺得這件事很感動 對 我覺得神很多時候會說… 每次我要離開 他總有一些東西告訴我 是,你不要離開,我是想你在這裡 我覺得這些經歷全都是神跡 是很多個神跡 其實最大的得著 第一,是看到人相信耶穌 第二,最大的得著 是我對神的信心是大錯的 我最初經常哭,沒有生意 又要自己掛錢出來 然後… 維持了多久? 很久了 其實很長時間都是這樣 但到現在,就算沒甚麼生意 我那個月看著 好像到月底也未夠錢交租 我竟然可以不害怕 因為在這五年裡 出現了太多的神跡 神跡 對我來說 這個店鋪對我一個很大的意志 因為我又會很害怕 每天都會哭 到現在,我可以很神態自虐 每一件事… 你沒有生意就沒有生意 我要在這裡做自己的事 總之我知道月底,神會負責 我一定會交租 有事發生的時候 我要祈禱神會幫助我 在這個店鋪裡學到 原來這個地方是祝福了很多人嗎 我會覺得祝福了很多人 即是一些不同界別的人 你也很歡迎吧 不,任何人哭 他最吸引了 下一位問你如何學習手作仔 從開始 甚至是怎樣畫一個漂亮的圖 畫一個晚裝 你也會教他 我試過有一次… 那個也是很經典的 有個女生走過我的店 我貼了一張宣傳海報在門口 說會教她做時裝 有個女生走過 然後她問我是否可以教她做衣服 我說是,那你上課吧 她就來上課 上課第一課,她跟我聊甚麼 她說她原來有抑鬱症 因為鎮了很多年 吃了很多次藥 然後我介紹了她看一個… 因為我太多學生的不整 我就介紹她看一個醫生 然後她真的去看 看了第二次她來告訴我 她有很大的幫助 同時她突然問我 我沒有跟她說過 她問我你是否基督徒 我說是 然後她自己問我 我可否跟你上課會 這樣也不僅僅 然後她真的那個星期 跟了我上課會 然後呼籤誰信耶穌的時候 她一支支支地飆了出去 那是我在開曝以來 信耶穌信最快的一個學生 這絕對是神的應許 這間電影很奇妙 總之你覺得自己… 可能力夠不低 但永遠的神都給你信心 而且跟你說 神叫你做,你就願意去做 是… 稍後回來繼續有詩希瑜 有Lucy在電視努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